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抽象图案 一 抽象图案的概述 在艺术世界之中 抽象与具象永远是无法切割的话题 具象图案由我们前几节课学到的植物图案 动物图案 人物图案和风景图案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抽象图案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抽象图案的范围很广 在我们熟悉的汉字艺术中 造字方式六书包括 象形、指示、会议、假借、转注、行生 除了象形是直接画现实世界中有的东西 剩下的都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抽象化 从出土文物来看 装饰艺术中的抽象表现方法 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 六角纹、八角纹、灵纹、方格纹等等 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表现形式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中 涌现出众多的装饰图案 其中包括半坡形彩陶的装饰花纹 以宽带纹为主 还有折线纹、三角纹、斜线纹、菱形纹等 几何图案 如图中半坡形彩陶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文样 是鱼形花纹 早期多用单体鱼文 晚期则以附体鱼文为多 而鱼文的表现手法 由起先的写石逐渐转变为 鱼体的分割和重新组合 打到抽象画、几何画、样式画 形成了横式的直边三角形 和线形组成的装饰图案 古代的几何图案 是图腾的表号画的体现 是自然物像的抽象画 而抽象图案的构成元素 抽象图案的创作是通过 点、线、面的富有魅力的组织变化 将视觉化的物像 与主观情感的有效统一 产生一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视觉效果 抽象图案的主要构成基本元素 以点、线、面为主 点是最为基本的形态 可以是一个色块 也可以是一个文字 点的形状体积小 但是它通过形状、方向、位置的变化 可以产生无穷的艺术效果 其中以点的密集和集散 给人带来空间感 点的大小对比 给人带来错落的秩序感 线的存在在抽象图案中 有着方向、长短、重量、刚柔的作用 不同的线形会给人不同的感受 曲线能带来柔和、优雅的美感 垂直线能增强画面的重量感和坚实感 平行线会令人沉浸在平衡、宁静的状态 对角线则具有相对的动感 面相较于点和线 有着强烈的视觉效果 三角形的稳定、正方形的平衡 都是面的特点显现 我们在这里讲到的点、线、面 有时以单一的形态出现 有时又以复合形态出现 同时在整体效果的统一和谐 对称的视觉均衡 对比的差异性元素 比例的协调美感 韵力的规则变化等方面 抽象图案的创作始终遵循着图案的形式法则 形成独具个性的装饰面貌 毕加索的绘画作品中 也经常用点线面的艺术构成图案 如图中毕加索作品《格尔尼卡》 画面以站立仰手的牛和丝猴的马 为构图中心 画家把抽象图案的手法 与立体主义相结合 并借助几何线的组合 使作品获得严密的内在结构 紧密联系的形式 以激动人心的形象艺术语言 控诉了法西斯战争惨无人道的暴行 抽象图案的创作是实用和装饰的统一 来源于自然和生活 是自然与生活的升华 我们勤劳的祖先在原始时代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 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 如黄河中上游的彩陶纹样 东海之病的黑陶艺术 东南地区的几何印文等 都以独特的风格散发着抽象图案的艺术魅力 抽象图案的演变与表现 是现实事物经过概括、夸张等手法 在一定程度上将图案本来的面貌分散结构 自然而然地形成具有视觉效果的抽象图案 如图《世界商业设计展》 这是田中一光29岁时的作品 他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活字箭头放在一起 朝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做了充分具有动感的构成 这种不同字体、不同形态的箭头 也正好代表了世界的多样性 这张作品是受到当时 美国新版式运动影响的产物 也是由于这张作品的制作 田中一光对文字产生了兴趣 此后创作了一系列以文字为主题的海报作品 再有图为田中一光1993年的作品 文字的想象力 海报中通过对汉字笔画的拆解 用一种不拘一格的形式 展示了字形的魅力 这两幅作品通过图案的提取 将箭头和文字作为抽象图案创作的基本元素 运用图案的形式法则 创造出效果出众的艺术作品 抽象图案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 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理性作品创作之外 还可以通过材料的随机组合搭配来完成 例如示范艺术 利用光的反射及运动 形成完全无法复制的效果 这里说到的示范艺术也叫欧普艺术 主要是借助线形色的特殊排列 引起人的视错觉 从而使静止的画面 产生炫目流动的动感效果 在心理上形成与观者视觉感知 紧密联系的抽象艺术 如图中我们可以欣赏到 光、色、线、形的特殊排列 流动与韵律的结合 表现出视觉律动的效果 实则是心灵律动的意境 作品中大量的运用线条和几何图案的排列 在规律的排列中形成艺术的运动感与闪烁感 使视觉神经与画面之间产生绚丽的火花 与夺目的光影效果 这就是图形化的抽象作品 充满运动错觉的艺术体验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电脑绘图技术为我们抽象图案的创作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通过现代技术的利用 我们可以拼贴、覆盖、图改任意图形和色彩 使画面最终的效果超出我们的想象 好了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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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